警察局明年元月份将换发新式手枪 县议员罗美玲担心新式手枪频传误极事件 而轻枪筒设备也过于两光 罗议员希望财主单位能编列预算购买新设备 保障基层警员安全 换发了这个PPQ手枪之后 这个误极的事件是这么的频繁 所以我们也会担心说 未来元月份我们开始在使用这个新型的 这一个PPQ手枪 是不是以后也会造成有这个误极的事件发生 警察局目前配备的这个塑胶筒 当作清枪筒您愿意接受吗 这么两光的装备 对于我们警察局这个清枪筒 两位财主有没有编列预算 议员的建议案送到警察局办理的流程 可以拖到一年以上 县议员林芳瑜表示 这与人民的期待落差很大 因此希望警察局对议员的建议案能尽速处理 交代的话至少公文的往返 就要半年以上的时间 你说等到那一件建议案完成的话 是不是要整整超过一年的时间 这跟人民的期待是有很大很大的落差 在这里本期希望说 不管是哪一个局处 只要是议员的建议案 希望说我们所要求的 就是时效性的这个问题 希望说你们在接到文之后 接到单子之后 能够以最快的速度下去做处理 毕竟我们是直接对于选民有一个交代 检刺盛议员肯定警局屡屡破大案 希望警察局可以多多关怀 辛苦的基层远景 了解家庭或生活上 是否遇到困难给予协助 这些大案你都意义去判断 所以说我们这些基层远景 其实也很辛苦 本身也特别拜托就局定 我们每一个分局 他在搜索也同样 我希望说你意义要去人驚一下 要去顺一下 比较了解 看我们地方上有需要什么事情 还是说我们警务人员 家庭上也有什么困难的时候 希望我们分局长也同样 都要这些关心较高 选举毕竟 远景情务加重 县议员吴国昌 呼吁警局一定要严抓会选 务必做一个有效的打击 县议员罗美玲 林芳瑜 简刺盛 及吴国昌等议员 在今天定期会上 针对警察局多项业务提出建言 希望能为辛苦的基层远景 争取更多的保障与安全的设备 记者王水仙南投县议会采访报道